众人一路行至神庙,蓝湛敲开了神庙的大门,带着魏英和蓝许,完成了祭祖和任祖仪式。 奉御大百言习,招待这些族长,这些人都知奉战敌酒不沾,因此敬酒的目标就放在了魏英身上,朱雀族的头领前来敬酒。 魏英刚要拿起面前的酒杯,便被蓝湛拦了下来,蓝湛举起酒杯对来人说道,朱长老,王妃身体不适,又怀喜在身,不能饮酒,这杯我带她喝。 蓝湛一句话顿时激起千层浪,殿下和王妃这两口子也太能了吧,两人消失了上千年,正是却一点都没耽误,不仅在人界生下了大王子,如今连小王子也已经揣在王妃肚子里了,众人兴奋异常,如同自家要天丁进口一样,蹲着酒杯奔走乡亲。 也不怪这些人如此激动,千万年以来,凤族同领着飞禽各族,经历了龙凤大劫,神魔大战。 一次次的战争让原本人口就不富裕的飞禽族,损失了诸多战力,他们飞禽族又大都忠贞。 一旦佩偶去世,便会一人终老。 所以这么多年来飞禽族子嗣艰难,凤族尤甚。 如今二殿下回归,不仅带回了王妃,还带回了儿子,不仅如此,王妃肚子里又揣了一个。 想也知道,他家殿下和这位小金屋的儿子,将来会是多么的厉害。 凤族多了两位王子,他们飞禽族就增添了两位大将。 这不仅是凤族的姓氏,也是他们飞禽族的姓氏。 魏英怀喜的消息一出,众首领欲发兴奋,一顿饭吃的是宾主尽患。 这日之后,整个神界都知道,凤族的二殿下凤于涅槃重生归来了。 不仅如此,他的王妃,当年震惊神界的于领导仙仙君也回归了。 更让人震惊的是,两人还在人界生了个儿子,而且这位王妃又怀喜了。 凤族的消息迅速在神界传开,引起了神界各方的极大震动。 有人觉得魏英这次回归,是因他当年以身殉道,拯救整个神界于水火之中。 天道慈悲,为他留了一条生路。 也有一些内心阴暗的,再次将他的身份翻扯出来,说金屋再现,会不会重蹈当年是太子的覆辙,以此制造恐慌。 作为此时已经掌控了神界主要地位的悬门,迅速出名压下了那些对魏英不利的流言。 直言他为大义陨身,进屋之身已毁,如今得以残存一命,乃天道慈悲。 至此许多人都看出了端倪,无论魏英出身为何,他是正正经经的悬门嫡系。 而且他之前为了大义舍身,悬门绝不会认某些别有用心之人,在他身上做文章。 凤玉一直关注着神界舆论的动向,见风向渐渐回归正常,方才彻底放下心来。 与此同时,他终于找了个合适的时机,将当日龙宫事情的后续,以五一世帝告诉给魏英和蓝湛。 那日魏英强行破了娇人的幻境而出,陷入了昏迷,当时情形不明,为了救他。 蓝湛临渊几人位在龙宫耽搁,迅速离开了。 凤玉虽也担心魏英,但敖杰毕竟是他的亲舅舅,他当时的情形也相当不好。 凤玉只得留了下来。 那时候娇人受创极重,口吐鲜血,一副不久于人世的模样,敖杰也好不到哪里去。 但他毕竟是真龙之身,而且娇人的梦境是由他主宰,所以吐了几口淤血之后,便醒了过来。 他也不傻,自然察觉出了不对,指着娇人告诉凤玉,千万别让他死了,我要亲自审问。 结果这一审,竟然审出了许多内幕。 凤玉叹了口气,说道,这娇人竟然是魔界二王子的表弟,宁教娇音。 他的姑姑便是摩君霍莫的二王妃,萨莫的母亲。 他父母战死,被姑姑养大,从小就被灌输萨莫是他未来要侍奉的主子。 萨莫死了,他便立誓要为他报仇。 听到这里,魏英娜还有不明白的。 他和萨莫的梁子结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 萨莫死于他手,他的母亲自然要找他报仇。 神魔大战之中,魔君又死于周天星斗大阵之中,儿子和夫君都死在他手里,那女人对他更加恨之入骨。 但有一件事,魏英想不通,娇音又是怎么知道我们会去龙宫的呢? 难不成他有通天之能,知道我们可以从周天星斗阵里逃出去, 也知道我们可以开启昆仑须回到千年之后,还知道我们会去龙宫。 凤宇摇头道,他自然不知道。 当年魔君大败之后,没了儿子和夫君的二王妃,在魔界的日子越发不好过。 当初被他极力打压的大王子,掌握了魔界的实权,如何会让他好过? 他昔日有多威风,之后就有多落魄。 之前他被叔父打成了重伤,又遭逢这样的变故,他一直受人追捧,顺风顺水,心气极高。 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,没几日惊死了。 娇音那时候还小,落到大王子手里,哪会有他的好果子吃? 他相貌极美,又是娇人出身,身上并无魔器,便辗转被迈到了人界。 也是惊人巧合,竟然被我舅舅遇到,把他带回了龙宫。 舅舅,舅舅的后宫字不缺人,想到敖捷那已经解散了的庞大后宫团队。 凤玉神情中闪过一丝尴尬,继续说道,娇音善音律,能安抚人的情绪。 舅舅便时常去他那里。 姐们,碍于蓝许在场,凤玉含含糊糊地解释了一番,魏音和蓝湛自然都能听懂。 此姐们自然非比姐们,若没有敖捷时常去找焦音姐们,只怕也不会知道他们到了龙宫,也不会引出后来的那些麻烦。 魏音说道,看来确实是巧合。 凤玉连忙说道,婶婶说的是,谁能想到焦音竟然会接级搞事。 舅舅事后也十分后悔。 凤玉抬头看了眼蓝湛,说道,舅舅的意思。 这次的事情是他思虑不周,想请叔父和婶婶给他一个弥补的机会。 魏音扬了扬眉毛,看向蓝湛,蓝湛看了他一眼,对凤玉说道,你舅舅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, 不知他最后是如何处置焦音的。 凤玉琴嗨一声,说道,舅舅原本想把他送来,给您和婶婶亲自处置的,可是。 感谢了,还请你和婶婶婶一声,说道,舅舅原本想把他帮助进行。 等于婶婶说道,你不想跟婶婶一声,这样子翻译过来,给您和婶婶婶一声,